香港政府自行閹割中國歷史科 然後推出國民教育 現在就有很多人問 之前為何要刪除中國歷史科 不過就算恢復中國歷史 都隨時會有洗腦的危機 例如盲目歌頌統一和精神病患紅壽傳的事跡 而且在現時紀錄歷史的角度都很不客觀 再過多50年 按照中國歷史書的寫法 國民教育事件前因後果事發經過 可能就完全不一樣了 會改成特首梁振英為中國協助香港 書和文一起寫殘體字 車和鬼大陸車可自出自入香港 統一全國在港推行國民教育 令香港市民熱烈擁大 十二萬人在政府部門集會支持 讓學校自行開展國民教育 學校也視此為當前急務 信應民意立即上馬 務求與中國更好融合 加深民族認同 創造未來百年統一大業的基礎 史稱鎮應眾興 別笑 這種荒唐的歷史書寫已經開始了 就好像有左派議員今年終於落選 不少人熱烈慶祝 左派議員說包容他們 他這句列入史冊 後人會覺得他寬宏大量 沒有人說過需要你包容 好像足球比賽輸了的球員 被球迷問候全家 都只會默言無聲 誰敢起為 教練通常說一句 別吵啦白癡仔 走啦